最近美国总统特朗普的日子恐怕是不太好过 美国的疫情人数已经遥遥领先于世界其他国家 并且完全没有平息的迹象 而美国国内反对者的声音此起彼伏 让民主党看到了年底胜选的希望 在这样的情况下 特朗普竟然表态说 是中国不想让他赢得下一任的大选 所以才用了病毒这种手法 我们明明坚定的支持你至少在干500年 从未有过美国总统能给中国人带来如此的欢乐 然而特朗普做到的 在我的印象中 美国总统无非是奥巴马 克林顿 小布什之类的 不过在特朗普上台之前 其他的那些总统往往给人一种职业政客的感觉 无论他们笑起来多么有亲和力 表现得多么与民同乐 但从本质上来讲 这些总统都是高高在上 根本无法和普通人联系在一起 他们即使来到了中国 也往往是出席一些官方活动 发表一些心灵鸡汤类的演讲 但是特朗普不一样 他和历史上的任何一个总统都不一样 我现在每天看时政新闻 就是为了看他发言 经常被他的言行举止给逗乐 让我的抑郁症都减轻了许多 他自称什么都懂 仿佛脑袋中装着一本百科全书 不过我估计应该是盗版的 总是分分钟的被打脸 看起来就像美国版的憨斗先生 未来如果特朗普转型做演员的话 绝对是一代的喜剧之王 一想到年底的竞选 如果特朗普不能连任的话 就意味着我的娱乐书团 就只剩下了郭德纲 这对中国人民的精神建设 岂不是严重的打击 哪怕为了看特朗普说段子 我也必须支持他干下去 是他撕下了美国虚伪的面具 给了中国人民绝佳的爱国主义教育 特朗普上台之前 美国的形象在国内 基本上是不折不扣的人类灯塔 我记忆中的那些美国总统 也都一个个的整天 向大家灌输什么 美国是人类的守护神 这样的价值观 索性他来了 他来了 他带着美国优先上台了 什么同情弱者 什么国际主义 什么文明价值观 哪里有我美国重新伟大重要 上台这几年 特朗普又是宣布推出各种国际组织 又是拼了命的找老盟友 什么压榨军费 整个就是把美国朝着人类公敌的位置上摆 已经让很多被鸡汤民运的中国人 彻底的清醒了过来 更不用说这次疫情 特朗普带领着美国 给予我们国内一些公知致命的打击 以前的公知总是说我们什么方向错误 没有学习西方的价值观 现在一个个都不说话了 公知们绞尽脑汁编出的煽情段子 现在反而更适合形容美国 你说尴尬不尴尬 使中国人民更加的自信 发现美国这种发达国家 嘴上说的好听 其实完全不顾国民的生命安全 什么一车车拉尸体的段子 到了美国居然就是现实 说是让美国重新伟大 反而变成了人间炼狱 这一切都是特朗普给我们带来的成绩 是他放纵了疫情的蔓延 造就了如此的局面 其他总统上来能做到这样的效果吗 所以我们当然要支持特朗普连任 这样才能看到美国继续沉沦 这样的机会千载难逢 在特朗普上任之前 美国曾经主导了一个名为TPP的组织 看起来好像是要拉着小伙伴 一起开开心心的做贸易 实际上却是构筑封锁中国的包围网 如果后来的总统是希拉里 必然将延续TPP的政策 那么我们的处境会更加的糟糕 毕竟那是发达国家联合起来 对中国进行施压 而且表面上看还装作什么自由贸易 公平公正的模样 让你想要反驳都不知道如何说起 然而我们伟大的特朗普刚就任 马不停蹄的就退出了TPP 当这个消息出来时 让那些美国的小伙伴 目瞪口呆 一个个的寻思着 这怎么就美国老大就退群了 尤其是特朗普打着美国优先的旗号 不光是针对中国进行什么贸易对决 还同时对欧盟日本下手 奥巴马精心打造多年的中国经济包围网 现在你说还剩点什么 美国凭一己之力单挑全世界 这几年曾经是TPP成员国的那帮家伙 非但跟美国离心离德 还跑来和中国眉来眼去 比如意大利 你看多吉利 不愧是外战虽不行 战队第一名的国家 不是特朗普的话 我们中国人的日子肯定更加难过 既然如此 我们又有什么理由不继续支持他 好让美国变得更加伟大 多年来 美国给人的印象 除了军事经济实力强大之外 还拥有顶尖的科研能力 无数全球知名学府 让不少的华人心甘情愿的 投奔美利坚 历届的总统不管出身如何 都公开的表现出对知识的尊重 频频出现在高等学府的完颜上 至于特朗普 前几天什么注射消毒液 治疗新冠病毒的理论 大家应该都记忧心吧 另外特朗普还有什么 新冠就是大号流感 什么完全不影响上班 什么在家待着就能好的神言 你还别说 如果不是他的连番忽悠 美国何止沦落到今天这番地步 甚至被特朗普迷惑的美国民众 更是纷纷的上街闹事 高喊着要求抓捕比尔盖茨 这个从疫情刚开始 就一直警告美国 并且从未判断失误的名人 你说他是招谁惹谁的 再加上什么扬言炒掉 医学专家等一系列的举动 更是将美国的反制主义浪潮 推向了极致 这一切 特朗普鞠躬之位 如果他能够继续连任 就意味着反制主义 会在美国进一步的扩张 让越来越多的民众 变得很傻很天真 只有他才能让美国社会 割裂到前所未有的地步 之前网上有人吐槽说 最近几个月 我们看到美国历史上 百年难遇的各种情况 比如什么股市大熔断 比如什么接近三千万的失业人口 比如什么因为疫情而几乎失去大半战斗力的美军 在想想特朗普上台之前 公知都是怎么吹嘘美国的 这对我们是多么完美的爱国主义教育 如果不是特朗普 我们能这么万众一心吗 不是特朗普能让那么多公知觉醒吗 不是特朗普能让那么多海外华人都重新考虑人生吗 这些都是特朗普的功劳 所以我们就让他继续下去 见证美国的衰亡